其實這個木樽市場是一個批發市場 你買40元有沒有搞錯? 立即叫 立即錢給你 嗯 超新鮮 還有我就想給大家一個忠告 木樽市場千萬不要 Hello 大家好 我是Claudia 我是Mile 大家來到大阪的時候 可能都會去黑門市場找海鮮吃 但其實距離黑門市場 15-20分鐘路程就有這個 木樽市場 其實這個木樽市場是一個批發市場 它每一早非常早就開門 我們今早就一早來到去找吃了 除了批發之外 它還有其他店可以給你買馬上吃 我們今天對來看看 到底它是否便宜和值不值得吃 Let's go 我們就來看看早上的木樽市場有甚麼買 其實木樽市場是非常早就開門 每天大概5點多左右 因為這裡主要是批發市場的 有很多新鮮魚檔 早上已經默默耕運了 我們現在來的時間大概是9點半左右 我們就看看有甚麼店 可以新鮮買完就可以馬上吃了 大家如果真的找不到有甚麼可以馬上吃的 你看到哪裏最多人就知道了 前面那間有很多人 我們先看看 1、2、3、4、5個 白納貝 超大 河豚也有 都是1000日圓 他穿一個縮的 也是 魚身的拼盤基本上是超市價錢 1000日圓 而且很大盒 1,500日圓 這個更多 對 好像比較便宜 對 更便宜 12日圓 差不多100日圓 好便宜 好想試試 3800日圓 龍蝦刺身 1,500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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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便宜 不是說超大 1隻手 1隻女生手 這個是阿瑪比鮑魚 鮑魚的刺身 日本也是超好吃 超大 超大 整個拳頭 而且是還在動 原來鮑魚是這樣走路 原來鮑魚是這樣走路 原來鮑魚是捉鬚的 有人知道 原來鮑魚是不會動的 糟了 是不是很毛 不要剪下去 我知道它會動 但我不知道它這麼有形象 就是這樣適用 開啟一點 這是蠔 1,000日圓 超大 海膽也是 3,000日圓 到5,000日圓 海膽是3,000日圓 海膽是幾乎 海膽 對 有中文、英文、學文 但這些很明顯 它會切給你 裡面的你還要紋 有800日圓 鮑魚 15日圓 很大隻 15日圓 大蠔也不貴 1,000日圓 這個很大隻 超大盤的 泛立貝 1800日圓 足夠 這個 很多隻 田蝦 500日圓 然後問了老闆 他說可以 給筷子豬 我們馬上吃 我決定要一個 來試一下 牧章市場都有非常多 生果奶價 而且它是批發價 通常都是要乘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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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貴這麼多 小小小看見公奇芒果 這裡是3,800 所以它不是全部都便宜 2,100日圓 哇這個 這個便宜 超大 很值得買 2,000日圓 它又更加高級 3,500日圓 4,000日圓 牧章市場 牧章市場 你始終不是觀光 遊客會來的地方 所以它就少一點 可以就這樣給你 買完就馬上吃 坐下的位置 大家在市場那裡 掃完貨之後 都在這個中間走廊的長椅 就這樣吃 雖然有點狼狽 但是呢 吃到又平又好吃的魚生 狼狽一點也是值得的 我覺得 我們走完整個牧章市場 選了3個 看起來非常好吃 又非常划算的魚生 首先呢 就是這個2,000日圓都不用的 飯肋貝 它呢 總共有20幾粒 剛才數過 興均一粒 100日圓都不用 然後呢 就有這個540日圓的 蝦 甜蝦 都是有十幾隻的 所以都非常便宜 然後呢 就是一個我們 全部人都發雞蟎 看到500日圓的 即開海膽 但其實是1,500日圓 那1,500日圓 看起來就好像 不是這裡最便宜的海膽 看看它的質素 對不值得住 這個1,500日圓 超新鮮 而且它超甜 超新鮮 完全不臭 而且它的顏色也是偏橙色的 其他原市場 都吃過其他海膽 但它不是新鮮切給你的 它可能用石子針 兜著海膽針放在那裡 但這個是立即叫 立即切給你 所以它剛剛切開閘的時間 都挺久 1500日圓 如果是黑門的話 一定吃不到這個價 對 其實是好吃 重點是好吃 好 現在就試買 這個超厚的飯鴨杯 對 超厚的飯鴨杯 我覺得它的口度 有一個5毫子這麼厚 平均每一個都 嗯 很大塊 不是挑有飯鴨杯味 但它真的很划算 它這麼大塊 整塊放入口 很滿足的感覺 雖然它標榜是可以生吃的 但我覺得這個可能煮熟了 會更加好吃 好 試買甜蝦 切木時間關係已經剝好了 蝦好味 蝦超甜 蝦好味 它的口感是黏黏的 就是大家想吃甜蝦 最想吃到的質感 它的蝦味好出 嗯? 40元有沒有搞錯 它是這麼多人 性價比是最高的 對 對 不過它的缺點就是自己剝 其實整體來說 都是很便宜的 雖然沒有那麼有客人 沒有那麼多桌椅 可以給大家吃的 我們都是很黑難地 站在這個超矮的桌子 那裡納吃 但是可以用便宜一點的價錢 可以吃到大量的新鮮魚生 我相信大家都會覺得是值得的 還有我想給大家一個鐘谷 來木津市場 千萬不要抱著這個僥倖心態 我們剛剛走過幾間 看到有便宜 又大的生蠔 又便宜又大的龍蝦 但是呢 我們走一圈 走一轉才再買 誰知它已經收了袋 或者被人買光了 是啊 還有它有時是萬中無一 只有一盒 好像很大和很划算 然後你轉個圈已經沒有了 你千萬不要覺得 等我給價錢 不是的 你就相信自己 你覺得好吃和便宜 就立即買 立即買 你轉個圈就沒有了 現在還未夠11點 都已經是空空如也 但它10點半左右已經是空了 是啊 所以大家想吃好東西的話 就是早起的鳥兒 又重吃 是的 又煮食 大家記得早點起床 嗯 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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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木津市場那裡 你不想到處走 然後找東西吃呢 其實木津市場也有幾間非常出名的 魚山飯店 剛才你經過另一間叫魚市食堂 在我們9點多來到的時候 已經排了場隊 而且已經截了龍 我也不知道那些人是多早來到才可以吃到 但如果你不想要這麼早起床就吃海鮮湯的話 可以選擇它旁邊那間 Maru Yoshi 我們就買了它一個 魚山飯 它是有這個 中風俠 海膽 還有三文魚子 它是3300元 即是200元左右 不過呢 說洗不洗之前的時間 可不可以先吃呢 而且這間店舖 其實它的店舖面都很小 都可以像我們一樣 都是買take away 那就可以去這些 無章時廚休息區那裡吃 Jong Tyler 很肥呀 對呀 它的樣子已經很漂亮 而且也很大塊 好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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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海鮮味好重 它看上去好像有些白色位是筋 完全不是 全部都是肥膏 任口即肉 真的任口即肉 好好吃 好肥呀 最後一咬下去 那些油脂是 所以大家就算 通常見隔壁 排隊都好 都可以試試去隔壁 如果你真的想吃中透露 這個是非常推介的 它的飯也很好吃 真的嗎 它的醋飯也很好吃 很多東西它都會給你 就是普通白飯 但它真的是醋飯 它是醋飯 其實醋飯 它是醋飯 我覺得 我試它的三文魚子 嗯 不會太鹹 它三文魚子 是嗎 你是不是不吃三文魚子 太鹹了 我在等著你吃 它三文魚子不會太鹹 到你沒辦法吃得完 它是完全鮮味 然後每一粒都很飽滿 好像你會非常思想毒那些 泡泡紙 真的很飽滿 每一粒都很滿足 不過它的海膽 明顯沒有剛才我們1500元 一隻的原隻海膽那麼橙 都不太差 就算它的樣子不太美 它的鮮味也有在 剛才那個鮮甜味是比較重 它的海膽味比較重 但這個也不差 但我主要就是推介它那個 中陀螺 真的很好吃 它的飯很好吃 嗯 除了這個原市場之外 這裡還有一間很大間的業務超市 裡面的東西便宜過普通超市 不過有多便宜我就不知道了 那我進去看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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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嘗鮮的你就可以來看看 總括來說 我覺得這個木樽市場 其實都蠻值得來的 雖然它就不會說很大 也不會說很多店鋪都可以 給你馬上買然後馬上吃 即是魚生的話 但其實它的質素和價錢 都是非常之划算 兩邊都是魚生市場 但它這一邊的確比黑門少很多 而且如果你認識多一點飲品的話 就可以問一下店員 就是問它怎樣吃 例如我們買的這個 柴魚片 就是可以拿回去煲湯 拿一個湯就可以拿來做烏冬 麵 或者吹飯的湯底也可以 而且它還給了一個 特別給我們 對呀 超貼心 這個市場除了有煎乳迷 還有超級市場 都有很多很划算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是男女老少 來這裡都會開心的市場 這次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大家記得訂閱、讚、讚、留言 這條影片和這個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